从今天早上我在 Mercedes-Benz 的 office 拿了这辆车之后 我出去 在路上不管我是去打包还是去哪里都好 我都变成整条街最靓的载 因为这辆车真的是太特别的 它就是 Mercedes-Benz 在马来西亚市场的 第二款电动车 Mercedes-Benz EQA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GLA 的电动版 但是实际上这辆车我开起来 我觉得它比 GLA 更好价 好在哪里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辆车的感想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你看现在雨越下越大 我们还在拍video 不支持一下咩 这款车如果我们是用中国的讲法来讲它的话 它是一款有改电的车型 因为它的平台本身就不是为了电动车打造 它是采用了这个 NGCC NASGEN Compact Car 打造的电动车 这个底盘本来就是个新世代的底盘 所以实际上也没有影响太大 原厂把它的电动机放置在这个引擎室的部分 然后在这个中央底板的部分放置了电池组 所以其实它的空间表现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后第二点就是为什么Mercedes-Benz 推出这款车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欧洲市场 欧盟有一个排放积分的罚规 推出这款车能够帮助Mercedes-Benz 获得一定程度的排放积分 如果达不到的话 他们可能会被欧盟罚款 这辆车零排放 所以就帮助原厂拿了不少的排放积分 而且既然生产了 不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卖咯 对不对 其实除了马来西亚以外 其他的市场也有贩售这款车 例如说台湾刚刚要上市 中国已经上市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车主要的细节 在外观的部分 它采用了EQ加速的图特设计 这个建设型的这个头灯组其实非常的锐利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蓝色的四条点缀 让你知道它是一款节能车款 当然头灯组全部都是LED 使用LED的主要原因 除了亮除了盐之外 LED其实是一个能耗非常低的灯种 相比起卤素灯泡呢 实际上它消耗的能源非常的少 一定程度的也可以提升这个环保的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购物商场也改用了LED灯 其实就是为了节能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水箱护罩 这个水箱护罩整个是钢筋黑的材质打造 而且是密封式的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计 第一点就是电动机的这个热度呢 其实并不像内燃机那样非常的热 需要开个孔给它进风散热 而密封之后呢它的风阻系数可以提高 风阻系数提高之后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就是加速更快 噪音更小 然后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获得提升 根据原厂的数据 这款车的续航里程呢其实是超过400公里 不过我们也知道电动车的续航里程 会根据你的使用环境有一点点的折扣 所以实际上这款车应该在充满电之后啦 它可以行走个350-380公里左右 电动车 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它的电池组还有它的电动机 在电池组的部分这款车采用的是66.6KWH的电池组 这个电池组其实并不小哦 如果你要Compare的话 它跟这个IONIQ 5的Standard版本 相比它还要更大 而在WLTP的测试值下 它的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29公里 理论上我说的是理论啦 这款车你要从KL到Johor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make sure的是 你去到那边有地方可以充电啦 至于在电动机的部分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90HP 峰值扭力表现是375Nm 匹配的是单速的齿轮 一般上电动车的特性就是它拥有即时扭力 就是讲不像内燃机那样 我要拉RPM它才可以达到一定的峰值扭力 基本上你一打车它就有峰值扭力了 所以你踩下去这辆车的加速是蛮轻快的 根据官方的数据它的0-100加速是8.9秒 但是如果你时常这样子踩的话 这个电池的损耗会更快 所以你可能开不到400公里它就没有电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买电动车需要注意的部分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其实这个不是我第一次开电动车的 电动车确实你跟一般的燃油车一样 你顺顺的去驾它 你不要一直去升踩油门的话 其实它的续航里程是可以越开越长的 甚至有可能会比官方的数据更长 但是说如果你一直去踩它的话 同样的也跟汽油车一样 很快就会见底 所以你开车车不要因为它是电动车很好踩 你就拼命的去踩它 这样的话可能你就会要一直充电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观的其他细节 在正式拍之前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刚刚还在下雨现在太阳就很大了 因为我们等到雨停 没有啦开玩笑 因为其实昨天雨太大所以我们跳另外一天拍 OK 接下来继续讲这些细节 这个轮圈我相信如果熟悉这个 Mercedes-Benz的朋友应该会非常的熟悉 因为这个轮圈同样的也出现在了 这个Mercedes E300 AMG Line上面 跟这个E300不同的是 这个在EQA250上面的 它采用的这个双色色调的设计 然后根据这个原厂的资料呢 这个轮圈之所以有这样的设计 同样的也是为了优化车辆的风足系数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吗 基本上这种电动车呢在外观的细节上面呢 都非常的讲究风足系数 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动车如果要充电的话 并不像内燃机车样那样容易 所以能够增加多一个KM来讲 对厂商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什么设计都好都是要风足系数 但是不能否认这个轮圈设计还是很好看的是不是 它的尺寸是235 50 R19 看一下这个车身的侧面 它基本上跟GLA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要怎样分辨出GLA跟EQA呢 这边有个EQA的名牌 这场车确实是一个有改电的车款 也确实是GLA的这个电动版本 所以它们的这个硬件规格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是一台C7的Crossover车型 车身的轴距达到了2730mm左右 看似非常的大 但是里面的空间其实就是中规中矩 不过大家也可以看到 原厂在设计这个车辆的 侧面的细节的时候也是尽量下了一些功夫 例如说这个车身A柱到C柱的设计是非常的流线 同样的这样的设计风格也是为了风足系数 所以这台车其实开起来的感觉 也比较接近贤卑车 它不像单纯的Crossover那样 可能离地高度比较高影响到操控表现 实际上这辆车我开起来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这一些细节等等会在这个试驾的时候讲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尾部空间 我必须老实讲这个EQA的车头设计 很独特但是我个人没有很喜欢 可是车尾就不一样了车尾我很喜欢 因为层次感非常的强烈 因为我们的是AMG Lite 的关系 所以它后面有很多运动化的空力套件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材质去做混搭 你可以看到从下面开始起 因为它是电动车没有排气管 所以你看不到排气管 然后这边有扰流洗片 镀铬材质 防刮材质 镀铬材质 车漆 还有这个连贯式的尾灯 这个连贯式的尾灯真的是非常的帅 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 你点亮那个3D的视觉效果是非常的强烈的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 这边还有一个飞机尾 同样的也是为了加强这个空气力学的因素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尾箱 这个打开尾箱的方式 跟FORCE Wagon有一点异曲通工 就是把这个logo按下去 它就有这个自动的尾门开启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实际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平整性也有 但是如果你对比起这个GLA的话 因为它有这个电磁组的关系 所以呢它会稍微少了大概是100多公升 可是这辆车如果是以一个市区驾驶为主的话 你平时要放下你的行李箱或者是baby的一些用品 我觉得还是足够的 我做一个对比我自己做下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表现到一个怎样的程度了 因为其实上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车尾箱的数据 但是数据归数据 原厂去怎样设计怎样去应用这个空间表现是一回事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EQA 的尾箱呢非常的平整非常的实用 要放大体积的物饼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开口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只是比我的膝盖再高一点点 OK 既然我假设这个是一个重物 如果你要把重物搬起来放在这个尾箱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的 一些车款为了设计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尾箱的开口会放得非常高 我甚至遇到有一些它的这个尾箱开机的高度 超过倒了我的腰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要搬很重的东西 拿到那么高才可以放上去 是不是很辛苦 所以其实大家都讲这个Mercedes-Benz的入门车款 其实不带Mercedes 可是它其实还是保留了一些精髓 也就是这个User Friendly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点赞的部分 当然这款车是没有备胎的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Mercedes 车款都没有备胎 它们采用的是一个施压续胞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RunFed DIA 另外我们有跟Mercedes-Benz原厂进行了解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他们只会送这个 充电的Cable 这个Wallbox是没有一起卖的 不过如果你要的话你也可以Optional 你可以向这个Mercedes-Benz原厂选择 你要跟他们买或者是自己去找人安装 其实也可以 如果说你家里本身就已经有Wallbox 因为之前PHEV很流行 所以很多人也有安装这个东西 也可以直接使用 至于这辆车的充电速度 我们看了一些数据 马来西亚官方说 这辆车的这个DC快充 最高可以到120kw 然后我看一下国外是100kw 但是无论如何呢 它可以大概在30-35分钟左右 把这个电量从10% 从到80% 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 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呢 已经有不少的厂商在安装这个DC快充 例如说如果今天你从KL去Yohol的话 在东甲Tanga那边就有一个SHAO的快充 然后你甚至在这个KL地区呢 其实也有不少地方有快充 不过价格不是算太便宜啦 如果大家有电动车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试试看的 如果说你家里真的是安装了Wallbox的话 这个AC快充 则是可以用11kw的速度 为你的车子进行充电 根据原厂的数据呢 只需要5小时40分钟就可以把这个电量充满 所以我相信 如果今天你是Zoolander 或者是你的Condor有提供这个AC快充的话 电动车基本上在KL通行并不是一个问题 可能三四天你才需要充一次电 以我自己的使用经历 像这台车的话 我们昨天这样开来开去 它的电量大概是跌了一格左右 也就是说它的续航大概还有220公里左右 我觉得一般的行驶呢 如果你不要跑长途的话啦 是没有问题的 OK 接下来我们去看它内部空间还有内装设计 关于这辆车的内装设计呢 基本上跟这个GLA完全锁是一模一样 不过因为之前我没有拍过这个GLA的影片 所以跟大家还是来个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非常喜欢这个EQA或者是GLA的内装设计 非常的fashion 非常的前卫 首先讲这个座椅 座椅方面因为可能它是AMG Lite 的关系 所以它采用了一个皮革跟脊皮材质混搭 防滑性是非常的好 然后再往前看这个Dashboard 这个Dashboard上面有软质塑胶 这个木纹材质跟硬质塑胶混搭而成 还有一点钢筋黑的材质 在软质塑胶上面有红色的车风线 看起来视觉效果就比较不一样 然后呢它还有非常漂亮五彩拼分的这一个氛围灯的设计 64种颜色可以让你选择 你可以自由搭配你要什么颜色都没有问题 晚上坐进去的话甚至有种去Clubbing的感觉 如果你开这辆车晚上你去Zoog的话 我相信非常多人会注意到你 然后接下来这个冷气出风口的设计就很像这个涡轮的叶片 同样的这边也是有这个氛围灯的点缀 如果你要关的话也非常方便 向上转它就是关掉了 而且这个转动的质感真的是非常的豪华啦 非常的Premium啦 我觉得这一点是Mercedes一直以来都给到人的感觉 然后这两个双联屏的这个显示效果基本上也不错 然后系统的流畅度也很顺滑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滑它基本上是没有卡顿的 不过这个触屏主机跟这个仪表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反射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你开车的时候 你手抓steading 你看仪表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你的样子 跟你的手抓steading的这个倒影 一定程度的影响到你在看这个仪表时候的清晰度 然后同样的这个触屏主机也是一样 有时候你可能连接了Android Auto 或者是Apple CarPlay 你在看GPS的时候 因为倒影的关系会稍微影响下你的观感 你的视觉感受 我其实在之前也建议过大家 可能你买一个萌砂的这个荧幕保护贴贴下去 就可以一定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 OK 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这边有一个类似钢琴按键的这个冷气控制面板等等 同样的质感也非常的出色 再往下看 这边有很多置物格 刚刚我喝的Copy就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还有个USB Type-C的插槽 在前方还有这个手机无线充电的机座 还有无线手机充电机座 可是它没有无线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如果你想要连接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的话 还是必须通过这个USB进行连接 然后再往中间看的话 这边就是这个MVUS的这个控制面板 包括这个车辆的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然后这个音量控制 GPS 然后媒体音响车辆的这个选项 然后这个倒车摄像头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开关 然后这边还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小扶手 所以你的手在控制面板的时候就不会酸 然后这边中央扶手 打开中央扶手里面还有两个USB Type-C的插槽 可以让你的手机充电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EQA的特色功能 第一点就是 这辆车居然有ACC还是Stop & Go的 你要知道啊如果你买普通的这个GLA 它只是基本的这些驾驶辅助好像AE B 然后可能这个Lang Keeping Exists 然后ACC是没有的 基本上你很难在Mercedes-Benz的车上面看到这个ACC 而且还有Sop & Go 可是这个有哦 它真的有这个Button的 所以如果是长途驾驶的话你可以用这个ACC 但是你要进行长途驾驶权 你必须Massure你去的地方呢 会有这个充电桩让你充电 然后第二点就是 现在的Mercedes-Benz车款呢 都有这个手机应用程序Mercedes-Me 不过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媒体试驾车 所以我本身是没有这个App的 如果你是有这个App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来控制一些手机的功能 例如说你可以用 手机来让这个车辆启动 然后先给这个ACC走一下进行这个制冷 然后在你上车的时候不会那么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先进非常科技感的功能 不过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的Mercedes-Benz车主义 有多少个人会用这个功能呢 如果你有用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后座的空间表现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座空间表现 首先这个前座是我的标准桌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理论上来讲这个空间表现没有算到很好 可是也不差 只是主要的问题在于我这个大腿 基本上没有什么支撑 大家也知道基本上我review每一辆车 我这个大腿都是没有支撑的 OK 这个不是重点 可是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如果后面坐两个大人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加上它在这个C Pillar 的之前 有一个三角形面积还蛮大的 所以车辆的这个压迫感并不会太明显 然后这个座椅的设定基本上跟前面一样 就是这个皮革跟脊鼻的混搭 然后每个头枕都是独立式可调整的 后面这边还有冷气出风口 还有两个USB Type-C 后面的乘客要为手机充电 没有问题如果天气热的话也可以 enjoy 一下 Aircon 然后这个座椅的设计就是这个424的倾导 基本上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可以看到 而且倒屏之后它的空间表现非常的平整 如果讲今天你真的需要去载一些大型的物品 例如说你帮朋友搬家帮他载一点点的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 然后有一点我必须讲到的是 因为这辆车配的是这个施压续胶胎 也就是Run Flat 所以在行驶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轮胎的胎币可能会比较厚一点的因素 会造成车辆会有比较明显的摊跳 你今天是一个enjoy驾驶感受的人 这个设定对你来讲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以家庭车为出发点的话 那么这辆车的舒适性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个重点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辆车其实配备了9个扬声器 分别是在前面的两个门板 Airpillar有两个 然后Dashboard中间有一个 然后后面两个门各有两个 总具9个 实际上它的这个影响效果也非常不错 今天是父亲节 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 OK OK 大家可以从这边听到这个影响效果 其实真的蛮不错 临场感很强 虽然它不是柏林之声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效果 对我这个有一点点挑剔的人来讲是足够的 不过大家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首歌只是开给大家听听 试一下这个影响效果 我爸爸没有打我 他很疼我了 OK 现在我们就讲一下试驾这个 EQA 250 的部分 首先在上一次 EQA 发布的时候 就有一些网友表示 中国讲这个 EQA 是有改电的车来的 好的咩 他们讲有改电的车不好的哦 在这边呢我表达我对这个观点的不认同 因为讲真的有时候有改电 没有错它是从这个汽油的平台改去电动车 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专门开发的 会有一点点不对 实际上这个 EQA 开起来的效果 我觉得它比起原本的 GLA 更好 这个是我的真实感受 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车还有一个电池组 因为这个电池组加入之后 它会让车辆的配重更好 所以开起来整台车是更加平衡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电动机没有错是位于车头 然后因为电动机的重量跟旧引擎相比的话 其实是轻了不少 所以它让车头的负荷更低 整台车基本上你坐下去 你会觉得它的重心就在车的中间 整台车开起来是非常的平顺非常的平稳 这一点是我觉得它跟 GLA 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为我开过一段时间 GLA 然后从 KL 开去新山 所以我对这个 GLA 的感受应该还算是蛮深刻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这台车基本上 因为它的定位可能是 Mercedes-Benz 家族比较低的电动车 所以它可能没有很多新的科技 可是实际上 开起来我不觉得它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这个车辆的整个引擎配置其实还是蛮先性的 虽然讲它的马力表现没有很出色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90 HP 峰值扭力表现是 375 Nm 这样的数据没有到很差 然后官方的 0-100 数据是 8.9 秒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被 Tesla 或者是 Taycan 然后影响到就觉得 哇电动车如果没有 0-100 2 秒 0-10 3 秒不是很差 其实并不是这样讲的 电动车的开发目的有些是为了市区驾驶 如果市区驾驶每天都给你 0-10 3.9 秒 0-10 2.9 秒的话 那个产生的 G-FORX 不只会让你不舒服 车内的乘客也是会不舒服 这样子它要怎样做家庭车呢 很明显 EQA 就不是为了这样的定位去开发的车款 所以它给你 0-100 8.9 秒就是一个很够用的动力 然后如果你要性能当然你不可以看这样 你就可能真的去看 Tesla 或者去看 Taycan For 一般的 Daily Use for City Drive 这款车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讲真的因为汽油引擎跟电动机最大的不同就是 电动机拥有一个即时扭力 即时扭力就是讲你一身踩油门 动力马上来 你不需要像传统的内燃机那样 你要去拉 RPM 拉转速 它到了一个峰值的地方之后扭力才会释放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个 0.5 秒到 1 秒的准备时间 电动车完全不需要 所以如果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 这辆车要超车 你可以觉得它的动力出倍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我觉得这款车其实还蛮有驾驶的趣的 虽然讲这款车的价格是大概是 26 万令吉左右啦 就跟这个 Volvo 的 XC40 Recharge EV 一样 那辆车更快 那辆车的官方 0-100 数据是 4 点多秒 这个是 8 点多秒 你可以看感觉差很远 但是我讲良心话啦 我个人开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这款 因为这个 XC40 Recharge P8 它很快没有错 但是它的驾驶感受就比较不同 然后在这一个 EQA 上面 我可以感受到一点驾驶体验驾驶 因为它的 handling 其实还不差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 EQA 的地方 这个我必须要给点赞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台车 会给我一个还不错的驾驶体验 所以讲电动车就是一个玩具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是有谁人讲的 你们听了 不要骂我 电动车的车主 不要骂我 OK 如果实际驾驶的话 一般上你只要轻轻点油门 这辆车就是有一个比较接近汽油机的驾驶感受 整体又是很流畅 很顺畅 不会有太过突兀的加速感什么 这个是 我相信一般如果是讲你是作为一个家用车 或者是平常日常代步车 你不会想要太突兀的加速感 可是当你要塞车 OK 我做一个试试你看 看到吗 那个动力马上就来 所以超车是没有问题的 千万不要背这个 0-100 8.9 秒的这一个数据 让你觉得这辆车是没力 其实真的不会 所以还蛮喜欢这台车 我真的蛮喜欢这台车 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我在讲到这个轮胎的时候 我有讲到 因为这台车搭载的是这个CR4跑台 Run-Fed Diya Run-Fed Diya 就是它的胎臂会比较厚一点 可能会造成车辆弹调 可是实际上开起来 我觉得这辆车的悬吊舒适度还比普通的GLA好 这个让我有点惊讶啦 可能就是像我讲的 因为它多了一个电池柱 然后那个电池有重量可以压得住那个悬吊 所以变成它的弹调不会太明显 不过咧 因为 engine 因为它没有 engine 它是电动机 电动机 normally会比较安静一点点 所以导致这个车辆在行走的时候 轮胎的噪音滚动会更明显 尤其是现在我没有开音乐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从我的mice 听到这个轮胎的噪音 其实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 不过舒适度方面 我真的觉得它好过普通版本的这一个 GLA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自动动力回收系统 也就是你踩brake 的时候它会去 charge 你的电池的这个系统 一般上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车 brake 会比较不吃 尤其是在 Volvo 这方面 会比较明显啊 我自己的个人的体验 然后在这个 EQA 上面 你可以去 adjust 这个动能回收的程度 可是实际上它的 brake 并不会到不吃的程度 我还觉得蛮够用的 跟这个普通版本的 EQA 没有太大的差别 OK 以上就是这个试驾感受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辆车的安全配备 因为这辆车的安全配备其实还蛮丰富的 像是这个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 车盲点侦测 道车盲点侦测 甚至是有 Stop & Go 的 ACC 基本上它都有 这一点也是它比起普通版本的 GLA 更好的地方 如果讲今天你真的是打算考虑一下 买一下这一个电动车体验体验一下 这台车真的可以去试 真的不要因为一些中国抖音的影片讲 有改电的车不好 你就 skim了这辆车 因为目前上市场上在卖的电动车 有一半都是我们所谓的油改电 例如讲这个 XC40 Recharge P8 CMA 平台其实也是兼容内栏机 它也不是一个纯电动车的平台啊 对不对 所以跟这台车有什么差别 当然它的动力真的是强 那个动力真的是强 我必须承认 然后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电池组的部分 我相信电池组也是大家很在意的部分啊 我在拿这台车的时候 我有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的Community 发了一个post想 我要开这台车回Johol 你们觉得我敢不敢这样做 我跟你讲答案 其实我不敢啊 因为这台车的续航大概是 如果纯电动的续航充满电 大概我相信走一个300 5-380 不是太大的问题 然后我维持110的话 我觉得400可能都有 达得到的这个可能性在 可是问题在于 因为我在回去Johol的时候 没有地方给我充电 虽然讲我Johol的家是Landed 可是我也没有这个Walkbox 然后那边也没有这个Charger给我充电 所以我要充电其实蛮难的 所以我要充电的话就是 我从KL回Johol的时候 在Danga充电 或者是我从Johol回KL的时候 在Iakero充电 可是我不觉得这辆车的电量 可以支撑我这样子的使用 所以我就没有开这台车回家 这个我觉得也是目前电动车 在马来西亚比较尴尬的一点啊 我们不能否认是马来西亚电动的 这个充电桩真的不多 然后可是如果讲今天你是一个Johol的人 然后你愿意花几千块去装一个Walkbox 11kw的Walkbox 这台车对你的日常代步 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根据官方的数据嘛 它这个11kw的Walkbox 大概是一个5小时45分钟就可以充满电 意思就是讲你可能晚上回到家 你借了Walkbox 然后你去睡觉 第二天睡醒 电就充满了 而且你也不会一天开完这400公里的续航 对不对 所以日常代步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必须承认我其实我并不看好电动车的发展 因为这个充电桩真的是一个问题 可是在我开了那么多次电动车之后 我必须承认我对电动车是有开关的 尤其是如果今天讲我是一个有这个负担能力的人 我真的是会去考虑一台电动车来做一个日常代步 首先我的加一个要可以充电啊 如果我有这个充电的问题的话 然后我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是不排斥去拥有一台电动车作为日常代步 并不是因为讲我要环保 还是我要节能减碳什么 并不是因为电动车在日常的市区驾驶 真的是还蛮爽的 尤其是这样子的tuning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因为最近我真的开了很多电动车 我觉得电动车真正的不是要讲究它的0到100多少 而是你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它给你的顺畅度 这个是无可取代的 我讲最后一个老实话就是我在拿这台车之前 我的想法也跟很多看了抖音的观众一样 就是这台车有改电动我可以用了没 开了之后OK 瞬间被打电 从之前的看不起它然后变成真香 OK 这个我同时可以做这个 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讲这台车很好开 这台车很好开 这台车很好开 所以这个不是业配 这个也不是什么干爹的影片 我真的推荐各位 如果有考虑大概是30万以内的电动车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一台 真的是很好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充电桩 真的是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还要加强的东西啦 如果真的是加强 可能你到每一家的邮站都会有一个低机发车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电动车普及的程度应该会更快 OK 好啦 这个就是我对这辆车的试驾体验 虽然因为这台车我其实也大概试驾两三天而已 可是我对它的感受还是蛮深刻的 我最后再重复多一次 这台车真的是一台不错的电动车 影片的最后我要讲一点我的心得 我相信很多马来西亚的网友都会去看抖音 都会去看中国的影片 在这些影片中他们都会讲到 电动车千万不要买有改电 因为有改电的不是真正的电动车 在这里我要给予反驳 这台车是名副其实的有改电 可是实际上这台车整体的驾驶感受也好 还有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性能啊续航能力都好 基本上都是第一梯堆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像这一个NGCC的platform 或者是BMW的CLAR platform都好 他们在开发的初期 基本上就考虑到了兼容电动机 因为他们也是有这个混合动力版本 也是要安置这个电磁组 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这个NGCC的platform 或者是CLAR platform上面 进行一点点的修改 就可以兼容这个电动车的电磁组 还有电动机 这个并不是一个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于 这台车搭配起来的感受是怎样 我必须讲我没有真正的开过中国的电动车 但是我本身开过的电动车也不少 包括了Nissan 包括了Vovo 包括了BMW 还有其他的平台 所以我可以给出我的心得就是 这个EQA虽然是有改变 但是它的这个驾驶感受 还有这个电动机的体验呢并不差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看一些视频 就来对这个车子下一个结论 因为这样子对这个车子 其实本身是不公平的 我相信Mercedes-Benz本身 在开发这款车的时候 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功夫 所以它才会有如此出色的体验 我真的没有夸张 如果大家真的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各大Mercedes-Benz的授权经销商 去试驾EQA 我相信他们都会有 试驾了之后 我相信你也会跟我一样的感觉 因为主要是它有一个电池组在后面 所以车辆的配重会更出色 我甚至觉得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呢 比起普通版本的GLA还要更为出色 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 然后在续航的部分 这款车我相信日常使用的话 350公里左右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的总结就是 有改电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大家真的 有些影片可能大家看看就好 不需要去完全100%的相信 相信自己的感觉 有兴趣的话去试驾看看 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EQA的新车简单介绍 如果大家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或者是大家还希望看到我们试驾什么电动车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如果安排得到的话 我们也会尽量安排 好了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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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